农历九月九是重阳节 因九九有长久长寿之意 因此也叫老人节 在何泽城武县 有一位112岁的老人邱王氏 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长寿秘诀 在邱王氏的家中 老奶奶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戏 从老人的身份证上可以看到 老人出生于1909年12月9号 那时还是清朝末年 老人共育有四个儿女 现在已经是五世同堂了 我现在已经八十了 水平还很好 我这个冲水女 十一了 上三年级 我老母亲现在一备一日了 水平还很暂时 吃饭还中 再晚一段时间就该给他煮熟了 这位任性的老奶奶最大的长寿秘诀就是心态好 另外儿孙孝顺家庭和睦也是老人心情舒畅的主要原因 据老人的家人介绍 邱王氏年轻时经历了很多困苦 所以吃饭从不挑食 但因为老人年龄越来越大 儿女对老人每天的饮食都进行精心的准备 我不挑食 也饿行 啥子好吃 没有不好吃的人 你也不凡 不离 我这一手 我这一手 那天